今日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小米1810 选择原因是 小米产品在双11速销活动期间大卖 全渠道支付金额突破224亿人民币 增长超过30% 创历年救物节的新高 在天猫、京东、拼多多、抖音等销售平台当中 国产手机品牌累计销售第一 线下销售额增长77% 手机出货增长109% 天封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琪说到 小米是今年双11销售主要品牌赢家之一 在11月5日至11日 中国手机的周出货量居于国产手机冠军 新手机小米14系列 自10月31日至11月10日 全渠道总销售量145万部 创小米高端旗舰的销售记录 策略上小米昨天跌了2.2% 煲15.86% 考虑到股价近期升幅大 适宜整股后才吸纳 第一个买入位可参考上升轨大约15元 大行平均目标价16.5元